美国没有在联合国安理会行使否决权 让停火协议通过议会惹怒了以色列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愤而取消了原定和美国展开的拉法军事行动会议 不过白宫透露 以色列已经要求重新安排会谈 以色列原定这个星期派代表团前往美国开会 不过内塔尼亚胡突然喊停 白宫发言人皮埃尔星期三在记者会上透露 双方正在重新安排会谈 美国也一直积极参与和以色列的对话 争取释放人质促成临时停火 以及让人道援助进入加沙 以色列一名不愿聚名的驻华盛顿官员就透露 内塔尼亚胡正在考虑 最快下个星期派代表团前往美国 不过内塔尼亚胡办公室还没有做出回应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顿官员线 准备